好了我們今天開場換個人開 讓我們歡迎南希 嗨 歡迎大家來到台北和平館 台北和平館 今天是我們 勇士的主場 勇士開幕展要開始 等一下 今天這兩天 那個歌手陣容排出來 等於是一場跨年演唱會 在那邊好像有一群觀眾 有人在排隊買票 我們去找排隊的朋友們 聊聊天 那為什麼今天這麼早來買票 想看就想知道 為什麼不在網路上買票 因為沒買到 好啦網路上這兩天的票真是很難買 好的我們今天來到了我們 海北和平籃球館 找到我們好不容易抓到了我們 勇士主場的工作人員 也是勇士球隊的行銷部的朋友 來自我介紹 哈囉大家好 我是勇士行銷的資宇 那今天呢 就由我帶大家一起來參觀一下勇士的主場 我們今年呢其實就從 外球場外可以感受到 就是真的是有我們主場的氛圍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包含我們勇士的隊會 然後還有我們的slogan 這場我在 這場我在 全程沸騰 沒錯 對不對 我有做功課 我很知道 可以看一下後面的這個背景 我們以往呢會是有這隊會 那因為這一場其實是 籃球有嘻哈嘛 大家知道 所以我們其實嘻哈 除了音樂之外 我們就連我們所有的視覺 就讓大家視覺跟聽覺 都可以感受到滿滿的嘻哈 富邦Angels的表演都特別拍過了 沒錯 所以你連呼吸 連空氣都充滿著嘻哈的感覺 這次其實勇士主場的視覺設計 非常的有趣 我自己個人本人也非常喜歡 也對於勇士來說 應該是一隻大突破 現在剛好遇到了我們的設計師 那我們這組視覺就是找了 黑雞先生 他算是真的在國際間 都有非常多他的創作 我聽說他的創作呢 充斥著各個世界各地 對不對 哈囉哈囉 大家好 好 那個要不要說一下這次設計的 主要的靈感是什麼 我不知道靈感其實 是用一個很經典的 美國嘻哈電影 叫做Do the rise in 來做為整體視覺的一個發想 五個人裡面這一次 你有沒有覺得誰 你覺得最難畫 或是你覺得最有特色 你有一些小巧思在裡面的 有沒有 字節呢 他身上我就是 我每個人都會刺青 就是跟他們有關的一些原物 就是他的家庭的全家屬 然後像文底他就是 外套叫大房東嘛 所以就畫了一張房子 非常可愛 對 然後像蘇偉他的名字叫做 所以我就寫他的 瓶子的一個塗鴉子 這樣 然後庭哥他是叫小跑車嘛 所以我就畫了一台跑車 非常美式耶 對 至於假期他身上的刺青太多 所以我找不到這樣畫 就這樣 就全身都是刺青 全身都是刺青 就是主場 開幕周 今天 總題是很明顯 對 蠻久有嘻哈 那賽後有 唉唷 唉唷 看得出來我今天是嘻哈 唉唷 這跟你身上穿的是一樣 沒錯 這化的甜 還不錯 還好穿的 就是沒有號碼 我這個是空白的 但是其實 可以在現場燙一米有球員版 喔 現場可以燙嗎 對 然後我們電信已經把林智傑燙好了 喔 就這件 喔 台北的 這是我們的城市版 城市版 對 那最主要現在會在特場的時候穿著 因為代表台北市 對 台北出征的概念 欸這很棒喔 這是 就是 特別跟MZFresh聯名 所以等於是把我們的BL 跟MZFresh 把它一起結合 對 然後像拉列還有一個小巧思 還有白色的 然後 台北 因為MZFresh也是出生在台北木柵 木柵 對 所以這個算是非常有意義 對 其實我小學也在木柵 喔是嗎 在新小學 喔在新 曾經有過一段月份 曾經有木柵的 月份 觀眾朋友的視野 對 Oh my god 那邊就是 不管坐哪裡的視野 都不錯 對 因為禮球場都很近 就是 這個火鍋店 沒錯 這不是玉琳哥嗎 玉琳哥 玉琳哥 特別感謝這些贊助商 真的 熱情的支持 對 因為真的贊助商對我們的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很重要 其實真的很辛苦 對 這邊是包廂 喔 這個view 其實很不錯喔 因為很多 尤其 國外來的客人 對 他們來的時候 順便可以看看台灣的職業藍酒 沒錯沒錯 就變成一個觀光的景點 就來這個城市 晚上也可以來看球 對 是富邦勇士的第一場主場 那在這場主場呢 也奠定了華斯里一個質感和高度 那也希望呢 未來 我們在硬體和軟體一直在升級 那謝謝富邦勇士這麼投入 也感謝聯盟這麼支持 然後打擊這麼好的舞台 然後也辛苦黑人這段時間 我們就是努力把主場做好 然後讓大家看到 First League的這個氣勢 然後還有這個聯盟的用心 因為聯盟跟球隊也是相互相支持 那我們一起各盡自己的責任 然後一起把這個環境做更好 反而是可以更幫助這個環境 所以雖然是不同的合作關係 但是其實對環境可能幫助是更大的 第一場 第一場開始 現在心情如何 蠻期待已久的 而且這也算是新年的第一場 第一個週末嘛 那看到蠻多球員 而且明天滿場 就是蠻期待的 今年特別增加了啦啦隊應援區 所以我們的Angels就會在我們的啦啦隊應援區 跟著球迷一起來應援 為球隊加油 也就是 你可以跟啦啦隊有近距離的接觸 有多近 我們來看一下有多近 就是一台的制度 就這麼近啊 對 對 今天哪個怎麼樣 今天很緊張耶 很緊張是不是 因為我知道工程師也蠻厲害的 也蠻厲害的 有在關心就對了 有 我上次有去新竹看 然後上次看過一場就覺得 今天一定會很精彩 那你覺得 帶大家的氣氛 跟台北主場感覺怎麼樣 很爽 可以算爽嗎 沒有 因為很近 根本是你一轉頭 你就直接面對面 然後其實根本可以聊個天 對 好的 就可以更多的眼神交流啦 然後其實也比較好可以帶動他們這樣 OK 所以要好好帶氣氛對不對 OK 好 我們贏了 OK OK 他們很多球員從 我播他們的時候他們是單身 然後後來成家立業 小孩子現在都可能四五歲了 對 那種感覺很奇妙 但是覺得 哇好棒喔 我沒有想到說 在他們這個生涯的年紀 我還有機會再播到他們的球賽 所以其實我個人也蠻珍惜 對喔 更重要的就是說 實現了 大家一直想做 但是卻又很害怕的主客場景 但是我覺得 唯一比較遺憾的是球迷 為什麼我們在轉播中也有講 就是說因為球迷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他沒有經歷主客場 所以主客場球迷那種 你知道嗎 對客隊那種 就是給客隊很大的壓力 這種感覺球迷是比較保守的 我覺得未來的比賽呢 球迷可以更投入 可以更投入為他們自己的組隊來加油打氣 我還是要感謝不管是黑人啊 或是整個聯盟的四支球隊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年代當中 尤其是剛剛過去的2020年 大家都知道是 全世界都非常的糟糕 真的 沒有想到我們的Plasties 在這樣一個年份誕生 在最苦的時候 大家能夠攜手打拼 我覺得未來一定會有很多機會 好 鬼哥我們以後還會常見面吧 希望 好 謝謝鬼哥 拜拜 我認為富邦建立一個很好的一個 行銷的一個管道 確實他們那種賽後演唱會 把棒球場的東西移到籃球場做 不見得很差 而且現在七千人 你看到最後比賽完 比賽的人也不多 我覺得其他的一個 真的組場可以效保這種賽後演唱會的一個型態 這兩天 其實昨天晚上就有看很多球迷的一些回饋 那今天馬上就有做修正 也希望大家在今天現場 也都有感受到我們自己組場的氣勢 那當然接下來比賽 我們也希望所有的球迷都還是可以進場 為我們的勇士加油 下一次的組場有什麼驚喜要留給大家的錢啊 下一次的組場我覺得也是很厲害 一定要買票 而且大家一定要進場 對 因為今天其實到最後 尤其是演唱會的部分 你們都沒看到 沒來的 還罵他們 不是罵你們 不是罵你們 是最後呢 演唱會因為YouTube看不到 對 然後我們轉播單位也都看不到 真的是只有給進場的朋友看得到 這次富邦其實是留給買票進場的大家 一個非常用心的地方啦 四點半左右就已經開始有場內的 一些賽前的儀式啊表演啊 其實都非常的精彩 對 所以其實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提早進場 因為進場還有勇士出任務 還有生預測 大家其實都可以進場然後一起參與 還有很多的獎品給大家 懂了嗎 下一次不管哪一個組場 都早一點進場 可以嗎 可以嗎大家 可以嗎 好啦謝謝辛苦囉 不會不會 大家就下次勇士出場見啦 掰掰